那么其中治疗办法非常简单 就是要带老华镜 可以看眼科医生 然后由医生介绍 你要带什么具体的一个度数的老华镜 要去验光 要去验光 就可以了 非常遗憾我们今天讨论的时间 因为非常的短 还有一位是天津的李先生的电话 我们现在今天就不能接了 在这里我也非常的希望 我们的观众和听众 下一次在收看我们节目的时候 及早的打电话进来 好了 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保健园地的专家话题 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 不过请刚才的两位观众不要离开 接下来我们还有更多的 关于眼科疾病治疗的报道 我们非常感谢 美国退伍军人医疗中心的陈鹏医生 参加今天的节目 同时也非常感谢 刚才各位观众和听众的热心的参与 提醒大家专家或者医生 提供的仔细一些信息和建议 如果您真的有哪一方面的疾病的话 一定要及时到当地医生那里 去进行面对面的诊断和治疗 以免耽误 另外如果您对保健原地节目 有什么要求和希望 我们非常欢迎大家 登陆我们的网站 或者给我们发电子邮件 下面是登陆美国之音网站的 具体方法 在过去的几年里 黄曼变性逐渐的波动 美国之音中文部电邮 Chinese at VOANews.com 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世界局势变幻莫测 美国之音广播电视 网络24小时追踪 为您提供最新消息 东南西北天下市市市报道 客观详实公正可靠 请收听收看 美国之音的广播电视和网络报道 好 欢迎回来 黄斑变性是老年人实名的头号原因 这种疾病发病非常的缓慢 许多人来不及注意到发病的前兆 现在有一种新的电脑化的测试 能够让人及早地发现问题 请看报道 在过去的几年里 黄斑变性逐渐地剥夺了 约翰逊右眼的视力 我根本没有意识到 自己这只眼睛里正在出现问题 这是与年龄有关的蜕变性疾病 是因为视网膜缺乏足够的养分而形成的 有两种形式 干性和湿性 眼科医生瓦尔说 如果黄斑变性发展为湿性 并且经过了自然的过程 它将会导致视网膜斑痕 造成不可挽回的永久失明 病人通常依靠这个图表来做测试 测试的问题是病人要自己做 病人配合有时候很难 他们有时候很难看到变化 这种新的电脑测试叫做PHP 它可以使医生及时展开治疗 所显示出一定排列规律 有点组成的线形 病人需要指出其中是否有排列出位的 随后电脑就可以测试到病人的视力 由于灵敏度更高 所以结果就更准确 它能够在早期及时发现 从干性黄斑变性到湿性的变化 患者约翰逊说 年龄大了 你仍然想开车到想去的地方 约翰逊及怀疑年做好几次这种测试 对一个81岁的人来说 其目标就是保存现有的视力和生活质量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如果你要做眼科矫正手术 干眼症可能会给手术后的恢复带来困难 未经针断你也无法接受手术 在下面的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几滴药水就解决了大问题 可以查出这种病症 想象一下用砂纸摩擦你的眼球 医生就是这样像玛丽利格特描述干眼症症状的 好像里面有砂子一样 还有点痒 可是如果去揉的话 眼睛里就像真的有砂子要流出来 玛丽患有干燥症 这种病症造成身体的外分泌线受损 其症状之一就是眼睛干涩 我会哭 而且是嚎啕大哭 可是因为我的内线功能受损 流不出眼泪 眼科医生麦库利用利丝氨氯活体染色剂 检测干眼症 染色剂会使坏死或者干燥的细胞变色 麦库利医生认为 关键是这种染色剂可以在症状进一步恶化之前 做出早期诊断 早期的干眼症患者靠近鼻子的眼白部分染色 较严重的患者靠近耳朵的眼白部分也会染色 最严重的是角膜染色 刚丢进去的时候有刺痛感 不过挺有意思的 因为世界变换出不同的色彩 使用人造眼泪是干眼症最常见的疗法 如果治愈不了 干眼症可能会导致感染以及其他眼部疾病 我的眼睛得到治愈之前 看这么小的东西简直不可能 不过现在他又能看得清清楚楚了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有过半数的人到了80岁的时候会得白内障 或者是曾经接受过白内障的摘除手术 以前医师练习做这种手术的机会 就只有在手术室里冒着患者视力的危险 来进行摘除术 现在有一套新的高科技仪器将使医生们可以接受训练 以进行完美的白内障的摘除手术 迪米特里利格斯基玩起甜字游戏来 完全不费吹灰之力 直到几个月前 他仍然无法看到这页面上的字 但是自从他动了白内障摘除手术之后 现在他每个字都看得见了 那种快乐是从你辨识出一个字母 还有想搞清楚 那到底是什么所能得到的 这个手术使得迪米特里的视力 从这样变成这样 白内障遮盖了眼球的精状体 而现在医生使用一种新的高科技技术 我们面临的一个很大的挑战 就是让他们在接触活人的眼球之前 先有一些练习的机会 这样一来 外科医师在练习进行手术时 不用担心会伤害到任何人 可以追踪医师的手术的全过程 住院医师在选择模拟手术的工具 模拟的眼球对医生的一举一动做出反应 那种怪声音显示我切得太深了 眼科住院医师马修奥尔 是第一批试用这种仪器的其中一位医师 这套仪器能让你在眼睛里动手术之前 先体验在眼睛里工作的感觉 这套仪器使患者和医生都有机会看得更清楚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好了 今天美国之音保健原地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保健原地节目在中国时间 每个星期六晚上九点钟 从美国首都华盛顿 通过短播和卫星电视现场同步播出 节目当中现场接听观众和听众的电话 下个星期六的保健原地 我们邀请专家介绍干细胞研究 以及干细胞治疗的新发展 欢迎准时收听收看 祝各位周末愉快 身体健康 我是林森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